馬祖東舉 目前的水庫水位只剩下三十八公分 連江縣自來水廠跟軍方就首度 進行了溪水東運 從西舉運水到東舉 一天兩趟 每趟六十噸 金門則是遭逢了五十年最嚴重的旱災 農水署鎖定京城鎮 沿嶺要運用每天四百多噸的放流水 來灌溉農作 侵犯碼頭蓄水槽送水到軍方LCU登陸艇 要將六個十噸蓄水桶 通通補滿水 接著要從西舉跨島 運水送往東舉 航程二十分鐘 由於東舉水勤告急 還是馬祖各島中唯一無海水淡化場的島嶺 仰賴水井取水 但水庫水位僅剩三十八公分 對此軍方啟動抗旱救災模式 採取溪水東運 緩解東舉用水問題 東舉水智院運補任務一天兩趟 每趟運水六十噸 暫定時事一個月 此外金門則面臨五十年最嚴重的旱災 去年降雨量只有四百七十六點五毫米 不到每年平均降雨量一千毫米的一半 縣府表示民生用水目前無魚 也趕在雨季來臨前 俊申九十五處農堂 灌溉用水的部分 中央在金沙鎮設置供應一百公頃 高粱田用水的灌溉示範區 成為抗旱的契機 農田水理署規劃金門三階段的用水計畫 目前鎖定金門最熱鬧的金城鎮 每天經就有四十噸和家庭排放四百噸的放流水 正演繹讓處理過的放流水 效用最大化 輸送到灌溉農作的地方 記者紅杰 陳信仁 台北要道